老花一美瑞达回答一下臭宝们的养花问题啊 第一个臭宝说 绣球呢 今年没有花固的长得很壮啊 去年冬天不太冷 牙顶都没冻死 然后帮我看看是因为啥不开花 它不是说因为啥不开花 是正在开花的路上 没有看到这一棵 这个地方 这个位置 它就是一个小花苞吗 马上要开了 你急什么呀 不用急 很多花苞啊 马上要开 没事的 下个臭宝说 重庆的茉莉花有点胶尖了 给看看麻烦了 这个你要不说 我还以为是个字字花呢 茉莉花 茉莉给字字 飞为庆祝 黄花病营养不良 怎么理解呢 就跟人一样营养不良 而导致的贫血 在植物上面叫黄花病 说白了就是缺肥 好吧 可以用繁肥水 下个臭宝 老花一月积夜间出现这种问题是怎么了 这种呢 就是缺过水啊 缺过水 问题不大 没事 偶尔交易两个问题不大 该施肥施肥 该晒太阳晒太阳 该浇水浇水 下个臭宝说这是铁链连的利库病吗 这是水大缺光通风差 我的宝贝给足光照 它并不发晒好吗 浇水适当的拿捏一下 你再这么下去肯定就嗝屁了 利库病就是暴毙 不会显示的这么 这么个样子 它会嗝屁 直接就是嗝屁了 知道吗 下个臭宝说老花一好 我又来了 秦夜容一直僵在那里 没反应 另一颗还没反应 是不够怎么地吗 你把下面的叶子露了 你把下面撸十几个叶片下来 你看有没有反应 你像新陈那些 新陈那些 老叶子它掉不了 新叶子怎么长 它这些都够了 对吧 把下面叶子一撸 你看看有没有反应 再用点肥料 下个臭宝说 昨天上午发现月季骑小泡泡了 就烂了个洞 这是闷根还虫害 这个还是挺少见 天哪 这个还挺少见 我看一下 我看不到叶子的背面 宝贝 你给我看一下叶子背面就好了 没问题不大 就这两三个叶子吧 你给它剪了就行了 剪了 然后月季呢 一般在盆栽的时候 会得各种的一些个病虫害 建议大家还是以预防为主 你如果说摊便宜来的话 你就多菌磷 是吧 一些个你比方说 还有杀虫的 你像碧桶林 定桶米 阿维菌树 就是杀虫的杀菌的 你选便宜的也行啊 你没事的时候 搁个搁把月 你用上一回 今天养花问题就到这了 如果说有其他养花问题呢 可以视频下方留言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短一 咱们下期再见 不见不散 拜拜